下一個關於這個潤飲案 還有銀行的操貸案等等的問題 其實這個部分我也希望部長能夠正視 因為潤飲案到現在呢 核庫損失到底損失多少錢 部長你有了解嗎 我有稍微了解 大概核庫大概損失了 他是負選啊 負選4.9億將近5億左右 所以核庫損失將近5億元 但是整個過程中呢 其實無鬼搬運的手法到現在 核庫到底有沒有徹底的檢討 因為熱影爆發到現在兩年多了 這兩天的新聞是檢調找出當年的內鬼 而且呢是核庫裡面的公營銀行的內鬼 核庫身為受害銀行 其實我們一直在追這件事情 但是對這件事情幾乎沒有看到任何相關的懲處 也沒有同仁因此而受到任何的這個 相關的處罰 可是核庫呢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內控不羈 甚至內神通外鬼的情況 卻害我們的公股銀行損失 當近5億多 那其中這些炸貸的手法到現在 我們財政部或公股銀行有沒有做相關的改進 如果我們整理說任飲的炸貸 還會未照不實的買賣合約書 買坑賣封這樣的狀況 去做放款 甚至呢公股銀行在查驗單據真實跟有效性上呢 其實也沒有做具體的改變 那相關的照會程序啊等等呢 導致說會款人他填寫非賬戶持有人的名稱等等 讓他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洗錢炸貸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就公股銀行本身是因為欠缺獨立性 導致說有一些外部的政治手可以深入 然後導致有施壓等等的狀況 然後讓這樣子的一個公股銀行一再成為這種官商勾結的受害者 這部分我想請問部長你如何去改革啊 謝謝委員啊 我想關於這個責任的部分 因為這個已經進到司法程序 不是什麼都是拿司法來搪塞 就是說我們內部的行政懲處的責任到底在哪裡 我到現在沒有看到啊 你說土銀董做黃柏川和褲子做陳世青 他們當時都是請辭耶請辭耶 借零退休請辭獲准 所有相關的剛事員我沒有看到有一個在公股銀行 在這件事情裡面去施壓下屬 或等等的人有受到任何的懲戒 那請問事發到現在已經四五年以上了 到底財政部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啊 除了交由司法來來去做審判之外 內部沒有任何行政書師跟任何的懲處報告嗎 我沒有看到耶 所以公股銀行在這件事情上都沒有任何為師嗎 還是要等到司法判決出來才有為師 你們自己內部的檢討到底在哪裡啊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啦 我們內部的部分 我已經要求各公股銀行庫 未來在相關的塑信案件 強化這個 這個所謂受審部門的這個案例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 那銀行公會裡面也修改了 因為認為案的關係也修改了相關的塑信準則 我現在問你說 要負相責任的人在哪裡 有沒有相關的行政懲處的報告 在哪裡 這部分會有嗎 這個部分都是因為 核庫已經公司裡的部門 這個這個 權責範圍啦 所以核庫這邊應該也有 但是核庫不是第一件耶 部長 包括遠航張剛維的亂帳一大堆 包括說他當初挪用永航31億 用淡水小平鼎八卦山105戶爛尾樓抵載 這部分呢 他當初號稱說拿這些105戶爛尾樓借22億 跟核庫來借 這實際上呢 我們現在拿這些爛尾樓來拍賣喔 平均出來的總價不到14億元 最後呢 拍賣11億還賣不出去啦 我想請問喔 那這些錢是誰的錢啊 公股銀行的錢呢 那不是人民的錢嗎 22億借給遠航拿爛尾樓 結果現在連11億都拍不出去 損失誰來負責 這部分誰要負責 謝謝啦 我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就是 基本上 所以這件事情 從論影案 遠航案又有再載而三的發生 但是沒有人負責啊 錢就這樣不斷的被掏空 被拿出去無鬼搬運 被用假債權 被用這種爛尾樓去抵債 然後隨便坐駕 做的價根本符合實際行情 除了八卦三 我剛剛講的這個105戶爛尾樓 另外小平頂的土地兩筆 當初呢 號稱9億的建價 就一拍2.4億都賣不出去耶 到現在 所以這些根本都是沒人要的垃圾 就我們竟然可以賣 借給遠航30幾億 就算現在1億都拿不回來耶 那這30幾億誰要負責 不是這樣有司法審判 錢被搬空了 就沒事了 那如果永遠都這樣不斷的輪迴的話 那錢不斷的一直被搬出去啊 所以為什麼今天大家在講說 為什麼某某政治人物 可以拿一些乾保品去借錢 然後這些根本不值錢也拿不來 不斷不斷的重複用這樣的手法 根本沒有人需要負責 在這種情況之下 錢就不斷被掏空 我們的公股銀行就是這樣嗎 變成一個呆帳 然後最後就沒事了 那請問財政部到底對這些 不斷重複發生的這種事情 官商勾結啊 無鬼搬運 有什麼具體的罪為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從這個所謂的慶福案也好 任言案也好 我們已經要求各公股行庫 那麼積極加強這個代貨管理 不是加強代貨管理 我的意思是說 他錢已經借出去了 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沒有人要負責啊 這個只要請退休就可以沒事了 那錢三十幾億就這樣不見的時候 誰要來賠這筆錢啊 不會 因為未來 比如說未來這個刑事責任之後 還有民事求償的部分 那你要向誰求償 那個就有 比如說合庫的話就合庫他 他按照他公司 財政部你有求償了嗎 就這件事情放到現在 你有去審理說 公司這裡合庫的話 他會 自己去評估嘛 他會 他董事會對股東負責 他要 那這件事情已經發生到現在啊 什麼時候要去評估 你財政部身為主管機關 你身為大長官 你對我們合庫到現在 應不應該要提出求償 要向誰求償 我想合庫他自己有他的這個這個 有公司自己他應該會做一些動作啦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現在 甚至被調職 種種的這些不合理的現象 誰來幫他們伸張正義 今天不是說司法判決完就沒事了 當初這些因為不願意屈服而被調職的小職員 或者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如何來防堵 甚至去求償 讓這些銀行的高層知道 不是靠關係 是靠人脈 你就可以無視於這些爛尾樓 然後去 你把這個公股的錢變自家的錢 你要有 要他們背負一定的責任 跟求償 你要拿出動作來 才能夠後續防止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 但我沒有看到財政部或是公股銀行 有這樣積極作為 就只是擺爛說交給司法來處理 那難怪這樣的事情一而再而三的發生 因為反正司法判決完就是 問題是這個錢是人民的錢 所以我也希望說財政部就這次的事件 能夠積極的建立一個標準 只要你涉及到這樣子的違法掏空 甚至協助他們從公股銀行搬錢的這些人 都要負起相關民事的責任 要向他們求償追償到底 這三十幾億他們都難其救 都應該負責 所以財政部可以要求和庫去追討這三十幾億嗎 基本上我想這個會有公私自理 那我們也會請這個何庫去評估 什麼叫做評估 這個事情就事實擺在眼前 那你要如何評估是不是可以要求 那你這樣子就不痛不癢 你永遠就不去要求這個責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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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委員 請容我 時間超時蠻多 我幫你解釋一下 其實你的題目很清楚 那個高委員只是說 你這個財政部作為何庫的一個大股東 你基本上面來講 正在股東的立場 這個有損失你應該提 你現在就回應他 你會不會直接跟何庫 所以請何庫去做這件事情 好我們需要能夠去追究相關這個放貸的責任 並且要求賠償 部長可以做得到嗎 是我們後庫會回來 多久 跟我們一個回應 因為這個 這事情發生到現在幾年了啦 那還是要何庫董事會通過 多久嘛 要不要去追償 什麼能夠有一個決定 我看是不是可以三個月內我們再做 這個事情已經幾年的事情 還要三個月可以一個月嗎 可以啦 好一個月內 請何庫決定要不要向這些 相關的有這個 疏失甚至有這個經手的人提出求償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各位